是 佳蓉妹子 凯文姐 我大老远看着就像你 你咋来这儿了呢 给张大爷送饭 睡了 这是谁的孩子 我 一个同事的 这个事情解释起来 有点麻烦 那就别解释了 没事 你不说我不问 这大胖小子 真惊人 彩兰姐 我听说 你留在食堂上班了 真好 组织上特批的 还给我分了员工宿舍呢 真的 对了 佳蓉妹子 我得谢谢你啊 前几天 谢谢你 把我收留了 这有啥谢的呀 那不是应该的吗 那个 你跟熊飞同志怎么样了 不打地 她不稀罕我 看见我就跟耗子看见猫似的扭头就跑 那你打算怎么办呀 能咋办呢 我呀 我呀 现在也就不想想那些了 那之前 再苦再难 我都熬过来了 现在这一切都挺好 我呀 就打算在这扎根奉献青春了 凯兰姐 我就喜欢你身上这股劲儿 永远有力量 真好 看你说的 我都 我就是不犀利 能吃苦 可是我没文化 以后 你还得多帮助我 其实啊 我可羡慕你了 人有文化 长得还漂亮 还有 姐说就不好听的啊 我看出来了 你这个人啊 看上去 柔柔柔柔 可是心里要是打定了 那主意正在很 比我强 我看上去虎子超的 其实我这心里边 柔柔柔 真的 好 你在这儿干啥呢 等孩子爹呢 我今天晚上 还要出差 这一走 就不知道什么时候 再能回来 所以我想见他 想跟他聊聊 那你上去找他呀 他不在宿舍 还没回来呢 办公室呢 那你去办公室找他呀 他们的工作特殊 我们不能打扰 那他要是加班 一晚上不回来呢 你这又要走 你们俩不就错过去了吗 你去找去 哎 错过 错过 错过就错过了呗 没事 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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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